新的公益廣告出爐 穿著白襯衫 白長褲 蔡林打扮有形俐落 再度引發粉絲關注 我其實是非常激動的 是很就是差一點要落淚的那種感覺 因為之前可能在其他的巡演的時候 沒有這種激動的感覺 然後有感受到大家的狂熱 然後所以我就會 就像我講我會接棒的把這個秀 盡力的做好給大家 對自己的演唱會門票三分鐘賣光 蔡依林很感動 但六萬六千張門票 卻有部分落入了黃牛的手中 還有黃牛在網路上對歌迷開槍 甚至短短一個禮拜 就有五十二人因為想買票被詐騙 這個是我真的也蠻心疼的 我希望 當然大家可以用比較正確的管道 去買到票 很想要知道怎麼樣可以防治這個黃牛 但我的腦子不是特別厲害 所以也需要大家幾次廣義來想辦法 蔡依林跨聯演唱會已經完成選歌 她還開玩笑PO出隱藏歌單 準備程序如火如荼進行中 至於被問到演唱會嘉賓是誰 蔡依林余待保留 只說擬了好幾個名單 但還要詢問對方時間 也留給粉絲們更多的想像空間 這算是彭一支台報道